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代表教会基督恩典中心 欢迎你们再一次的上线 然后在YouTube 在Zoom的方式 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让这个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来到敬路敬拜赞美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相信今天早上 愿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 我们知道 借着敬拜赞美的时间 上帝啊 你再一次成就你的旨意 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我们谢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来自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平安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能够倒背乳流 大家都非常熟悉 一点都不陌生 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懂得 向神知取我们的应许 说 主啊你说我们不知缺乏啊 主啊你说你保护我们 你使我们躺落在青草地上啊 但是很多时候 往往我们都看不见 我们都不着重 我必不知缺乏的前面那一段经文 那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在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承认上帝的主权 在我们生命当中 再次的将主权交托给他 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他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王权 让我们专心依靠他 他必大救我们 让我们再次用诗歌诵词 来到颂赞敬拜我们全能的大牧者 Hallelujah 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是我堂过青草地 在暗闲的水面 他使我灵魂虚心 因我走正义路 我谁过世应有故 也必不怕潮海 在我的人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你拥有到我的头 使我不被满意 你生命是有恩惠 因此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年中 直到永永远 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是我堂过青草地 在暗闲的水面 他使我灵魂虚心 因我走正义路 我随过此应有故 也必不怕潮海 在我的人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你拥有到我的头 你拥有到我的头 使我不被满意 你生命是有恩惠 每次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年中 直到永永远 直到永永远 黑黑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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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你与我同在 你的长河 你的感 世事都安慰我 黑黑哟 黑黑哟 亲自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年中 直到永永远 也再来一次 烈恶花使我目睁 我必不自觉吧 是我唐过青草地 在暗闲的水面 他使我灵魂虚心 因我走正义路 我随过此应有故 也必不怕潮海 在我的人面前 在我的人面前 为我摆讶 为我摆讶 你拥抱我的头 使我不被难以 一生一世又恩惠 各自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年中 直到永永远 嘿嘿哟 哦嘿嘿哟 既你与我同在 你的长河 你的肝 你的肝 实实地安慰我 嘿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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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年中 直到永永远 越来哟 嘿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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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长河 你的肝 你别长河 你的肝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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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弟兄姐妹 随着我们 伴随着我们 伴随着我们 直到永永远 远 当我们再次来到唱这个副歌的时候 我们诚心相信 耶稣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牧者 在敌人面前 主啊 你为我摆设演习 Hallelujah 在我的人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你拥有看我的头 是我父被满意 一生一世要轮回 由此来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三角 直到永远 永远 第1 4 방 få Hallelujah 盲 Mobile chicos TIJ 有什么 我 破 לה 什么 产 其實你是要很會 如此愛跟隨我 我要住在你臉中 直到永永遠遠 嘿嘿喲 嘿嘿喲 做你與我同在 你的漿和你的乾 時時都安慰我 嘿嘿喲 嘿嘿喲 有此愛跟隨我 我要住在你臉中 直到永永遠遠 我要住在你臉中 直到永永遠遠 我要住在你臉中 直到永永遠遠 祝你永遠與我同在 祝你永遠與我同在 我要住在你臉中 直到永永遠 靠一封聲應許殘留 我的未來在你手中 天故盼世 血難成聲 我清白你 為難領導我心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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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暴風雨 向我靠近 有你同在 我不知畏懼 你是我的牧者 我所依靠 每個夜 每一天 每個夜 每一天 我知你永遠在身邊 祝你永遠與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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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裏面沒有改變 你的天頂 從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遠 靠你奉舍 应许残留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天不盼世 却能争生 我敬拜你 为难领导我心靠你 甚至你比领我度过 你心事为我坚持 到最后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 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 你是我拟护着我所依靠 每个夜 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祝你永远 你永远在你身边 没有改变 你的坚定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靠你奉舍 应许残留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天地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一直到永远 靠你奉舍 你永远在你身边 你永远在你身边 我能未来在你手中 千古监固盘 全能成生 我静太雨 每个夜 每一天 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在你身边 弟兄姐妹 每个夜 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祝你永远与我同 都在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你的坚定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你的坚定 从昨日到今日 靠你奉舍 应许残留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天不盼视 全能成生 我静太雨 天不盼视 全能成生 我静太雨 你是天不盼视 天不盼视 全能成生 日子 我静太雨 天不盼视 天不盼覆地 天不盼视 震虑 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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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爱 慳爱 我静爱你 能力的說你 全力的說你 能力的歸直到聲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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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是你的尊榮與殘忍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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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的說你 全力的說你 能力的歸直到聲 讓我們一起讚美他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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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唯有你是配的最容易殘忍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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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的說你 全力的說你 能力的歸直到聲 讓我們告知我們雙手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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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Him 中心與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們的祝 Hallelujah 我們的牧者 Hallelujah 我的仇祝 Hallelujah 但我们不停须 Hallelujah 全名归于你 Hallelujah 荣耀归于你 Hallelujah 全名归于你 Hallelujah 耶稣 弟兄姐妹让我们开胜来来赞美祂 因祂的能力 因祂的供应 因祂的保守 因祂的慈爱 因祂的救恩 神有很多美好良善的命格 让祢值得赞美 让我们开胜来来 敬拜祂 让我们开胜来来 将一切的罪容送在 全名归于在宝座上的神 Hallelujah 我们敬拜祢 我们敬拜祢 是我们打不折 淋漓的独立 Hallelujah 我们敬拜祢 Hallelujah 等到鮭魚抱著上個身 我們高舉我們雙手 來到天白地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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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ita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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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一切和你呀 謝謝你耶穌 謝謝你耶穌 感謝你的十字架 感謝你付上代價 但當我最何羞愧 是我完全撕下奇妙恩典 感謝你無比的愛 感謝你頂恨雙手 寶雪洗淨我誤會 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 神高揚陪呢 坐在寶桌上 偷戴著尊貴光年 你錯忘到永遠 来尊重赞美 耶稣圣儿子 从天降下背地是家 神保养佩德 神保养佩德 感谢你的十字架 感谢你付上的一家 但当我罪和羞愧 使我完全 四下奇妙恩典 感谢你无比大爱 感谢你的狠双手 宝雪吸尽我无畏 使我了解 你完全包容赦免 神高养佩德 不之后 坐在八博座下 头戴着和正在员 你做忘了永远 来尊重赞美 耶稣圣儿子 从天家下背地世家 神高阳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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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坐在高无座下 天下来尊重赞美 你座往到永远 来尊重赞美 耶稣神的字 从眼墙下被你施葬 神道仰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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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耶稣 主啊我们感谢你从完人中拣选我们 从成都中高举我们 从罪恶中救赎我们 从迷失中寻回我们 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罪孽 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主啊感谢你以恩典和慈爱为我们的冠冕 你的宝血接近我们 使我们的信仰一直持守在神你的真理当中 你让我们知道这世上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能将我们与你的爱割绝 主啊我们恭敬的将今天的崇拜 交托在上帝你的圣手当中 让我们有一颗渴慕 你话语的心 主啊顺服在你的话语 还有权柄之下 如此感恩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知道呢 透过敬拜赞美 上帝再次的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今天早上 我正在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呢 在这几个星期来 弟兄姐妹 我相信你都活在一个非常紧绷 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当中 可能呢 你对这疫情的不断的延伸 不断的在人数增长的过程当中 你对你自己也都在一个困难里头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今天我要带给大家平安的信息 我要告诉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你告诉上帝 上帝啊 我愿意交托于你 我愿意再一次的行求你的面 我再一次的回转归向你 我相信 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神 是恩典的主 他必然呢 在我们身上 做那奇妙的工作 这时候呢 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让我们自己 再一次的 来到跟上帝对齐 我们回到上帝的身边 父啊 今天早上 我相信你的话语 要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 不管我们在任何地方 只要我们呼求 耶稣 耶稣 耶稣的时候 主啊 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再一次的成就奇妙的工作 主我们谢谢你 只要我们心里面相信 我们就得着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今天早上呢 我的道的主题为 世面楚歌 知罪 免罪 何为知罪免罪呢 我们相信在这一个 患难挑战的时代当中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在哪里 以至于我们愿意来承认我们的过犯 让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到第十节说到 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基督 正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十节告诉我们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在准备这一场信息的时候呢 这是在一个小小的插曲当中成就的 因为我在一天的早上凌晨四点多的时候 我突然间在睡梦中醒过来 我醒来的原因是因为呢 我的脚底呢 的底跟呢 我突然间感觉到非常的疼痛 那个疼痛呢 让我突然间静醒起来 我醒过来以后呢 我摸一摸我的脚底的时候呢 我感觉到好像有一样东西 吃尽了我的脚底 然后呢 长话短说 我就预备我的心 因为我知道大概凌晨四点多 我五点应该起来灵修祷告 我就起来走下楼下以后呢 我就安静自己在灵修在祷告 将我自己再一次的交托给神 我告诉上帝 上帝啊 在这样的一个惊醒的过程当中 你对我要说些什么呢 当时候呢 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八到第十节 就涌进了我的思想里面 然后我就开了 我就灵修 我就祷告 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 预备的这一场信息 后来呢 当师母醒来以后呢 我叫师母帮我看一看 到底我的脚板底下有任何东西吗 我感觉好像呢 有一小小的一个好像头发 很短很短的头发 可能刺进我的脚底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后来呢 师母帮助我 就用了这一个的针呢 然后刺进去帮我挑出来 然后一挑完出来以后呢 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它是一根刺 一个黑色的刺 然后刺进了我的脚跟里面 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我不知道 如何发生 我不懂 但是我要告诉你 在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事实 发生在我的身上 然后呢 过后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在祷告 上帝啊 你要对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知道 疫情的笼罩之下 人数不断的增长 然后呢 弟兄姊妹 你心里面 是不是感觉到 人心惶惶啊 的确的 不只是您 我也是 有这样的一个认为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读出了 约翰一书第一章 八到十节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上帝啊 我需要代表我自己 来到你面前认罪 我也要代表着 信徒 教会的弟兄姊妹 老牧师 同工们 一起的来到你的面前 认罪 今天 也有许多 自欺的人呢 否认了罪的事实 他们可以用生理 可以用 这一个心理 甚至遗传 或者是社会因素 来解释 许多的罪 今天我们可以说到 哦 这不关我的事情 可能这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 然后住死了 我在这一个事情上 我否认了 我自己是犯罪的 我祷告我 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来到 神的面前 认真的来看待 我们对罪的 正切的态度 不是否认 而是承认 我们承认上帝啊 今天我们有罪 我们需要上帝来 才能接受 上帝已经为我们 议备舍罪之恩 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行 反而呢 蒙神赦免我们的罪 这是在诗篇 32篇 第一到第五节 说到的 他要免除我们 一切的罪债 若不刻意找理由 为自己辩父 反而蒙神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除其我们的污点 在诗篇 32篇的第一到第五节 这里说到什么呢 德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第二节 凡心里没有诡杂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第三节说到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 而骨头枯干 第四节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承重 我的精力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第五节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诗篇这里所说到的 就是本诗是七篇 有七个篇 关于到毁罪式的 其中之一 这包括第几篇呢 诗篇的第六篇 三十二篇 三十八篇 五十一篇 一百零二篇 一百三十篇 跟一百四十三篇 也是一首充满感恩的见证诗 你有感受得到吗 当时候大卫 在写这一个诗篇的时候 人认真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知道上帝愿意赦免他的罪 赦免他的过犯 在第五十一篇里面 大卫认罪悔改 是取之于撒母尔记上第十二章 他得了赦免以后 然后接下来他就写了三十二篇 这三十二篇 就是刚刚我们所读出来的 欢呼应着认罪 而得着了赎罪的资福 是赦免的福分在我们里面 今天我祷告我祈求 让我们学习资罪免罪 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是信实的 他应许要赦免我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 就如同在耶利米苏 第31章第34节所说到的 耶利米苏第31章的34节 这边说到什么呢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神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尔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直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尔华说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就业的百姓 在神面前 要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要靠人间的祭司 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是永不能除罪的祭物 是人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 但今天新月的百姓呢 却是要靠着那永远的大祭司 耶稣基督 他只一次的献上他的身体 死在十字架上 就得以成圣了 因此神宣告 祂赦免我们的罪孽 使到祂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 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更是何等的感恩 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再为这一个罪季 然后献上了 我求主帮助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在这样的疫情的笼罩之下 神在管教着祂的儿女 但是我们有多少个人 我们是警惕的 我们是大胆地为主说话的呢 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 神施力了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知道今天早上 是八月的第一周 我们等一会儿将会一起的来领圣餐 然后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求上帝来赦免我们 这一场道写下来并不容易 是因为是上帝的灵 唤醒让我预备这一场道 所以因此我必须要用神的话语 来告诉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 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 他说到什么呢 上帝是施力了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基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写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祝福众弟兄姐妹 这挽回祭是神主动为我们树立的 而不是罪人议备的 在就业里面就是神的恩典 采取了主动 因此我们得到舍罪 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挽回祭 也是献上挽回祭的祭司 他如今仍然是挽回祭 因为他一次献上的祭 永远有效 哈利路亚 他死在十字架上 献上他的生命 这是永远有效的 我们不仅在得救时 靠基督做挽回祭 得以以神和好 并且在得救之后呢 我们继续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做挽回祭 得以维持与神之间 那美好的关系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的说到 你和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今日的时刻 你和神的关系 到了哪里呢 我祈求祷告 上帝今天让祂的话语 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时刻明白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在这三个方式里面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第一点 知罪免罪 在神的面前 要认识罪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认识罪 今天我告诉你 认识罪的意思 不是要让你坐紧 原来这是罪 那是罪不是 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得罪了 耶和华上帝 神的圣灵 在指着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有回应的 我们是懂得 拿捏那个时机 抓紧那个时机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认罪悔改 如果我们不认识罪的话 恐怕我们又这样的陷在过犯里面了 上帝是公义的 是信实的神 他要我们做什么东西呢 让我们能够认识 我们知道为何 罪会如此的 原重的挟制一个人 而人不能够得胜的 第一样事情 我们来看 罪死人 变化莫测 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还记得吗 在四面楚歌一系列的道里面 你还记得我讲的法老王吗 你还记得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 跟法老谈判的时候吗 法老舍次的反悔 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去拜他们的神 最终呢 也把埃及人所有投身的人和牲畜 都送上了灭绝之路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那十个灾难 来到一个地步 法老连自己的长子 投身的儿子都死了 当天晚上 多少个哭号声 多少个呐喊声 死的不只是人 牲畜也都死了 但耶尔华以色列名的家 却保守着了 为何呢 因为他们在门框上 已经涂上了羔羊的血 耶稣基督的血 带来了舍罪的功 耶稣基督的血 使到生命挽回过来 失罪免罪 在神面前认识罪的第一点 你知道罪 能够使人变化莫测 法老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 罪使人贪得无厌 你还记得吗 当我在讲着 耶稣亚 带领着以色列名 把这一个 迦南美帝 供给他们的 耶利哥城倒塌了 他们适合的了兴奋 他们一步一脚印 每一场的征战 上帝都与他们同在 他们胜过了一切的拦阻 然后领起了上帝给他们的地 但来到哪里呢 来到雅干 在以色列人攻击迦南时的 敌人面前 站立不住了 你还记得这四季吗 这个记载在 耶稣亚记的第七章 讲到 他们要攻打 埃城一战的时候 埃城这一战的时候 耶稣亚 轻易的 他觉得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因为他们那边 我们就可以轻易的得着这一城 所以因此呢 耶稣亚派了三千多位以色列人 然后去攻打 埃城 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死了36个人 有人问我 36个人 只是那几 36个人 有什么问题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36个人 注意能够证明一件事情 是周围的 那一些敌人 是怎么样看 耶和华上帝呢 上帝受羞辱 上帝受羞辱啊 恐怕啊 以色列民要灭绝了 当时候圣经是怎么样描述的 他说到以色列人吓得心惊胆战 为何呢 因为呢 当他们营中呢 亚干放了天大的罪 他违背 偷拿 撒谎 在耶稣亚记第七章 第十一节说到 来到二十一节的时候 他说什么 我在所获的财物中 看见一件美好的 试拿 衣服 然后倒过银子 钱财 然后就把它藏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罪 是不是使人贪得无厌啊 第三 罪 使人能够呢 遮掩罪恶 你还记得大卫王吗 大卫王因为一个女人 接刀杀人 最终呢 就做了 成就了 是什么事情呢 解发出来的事情 他最终是 鱼盖 弥障的 是把整个事情 解发出来了 大卫想靠自己 来到遮盖 遮烟 他以呢 这个 我四八 所犯的 奸淫罪 结果呢 却在罪中呢 陷得越来越深 由奸淫 竟然变成了 谋杀 这是在 《撒姆尔记上》 第十一章里面 所记载的 罪 可以使 他对 罪恶喜爱了 对良善的动机呢 感觉了 迟钝 你还记得 犹大吗 犹大是管钱财的 但是最后 他窃 死在 钱财里面 为何呢 因为他遮掩自己的 罪恶 当罪 就会使人 渐渐喜爱罪 然后对良善 就怎么样啊 动机 就感觉 迟钝了 有人坐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 犹大 借说什么 如果这一瓶香膏 卖了 周济穷人 有多么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罪 驾驭我们的时候 我告诉你 耶稣就会讲 这一句话了 你们常常有我 但他不常有我 为什么我们 常常有 耶稣基督 而我们 却感受不到 耶稣基督 在我们身上 对我们 所做的工作呢 大卫王虽然后来 大大的欠悔 但是呢 诡诈人的道路 稀疾难行 以后的大卫王的家庭 以及他领导下的 以色列人 生活在刀剑不离的 环境当中 我们来看第四个 是什么呢 罪使人假冒为善 法利塞人 知道 立法 明白 就业 法利塞人 知道立法 他把主耶稣 就放在一个 为难的场景里头 感觉上好像是 需要主的答案 其实呢 却是一个陷阱 要耶稣基督 陷在里面 你还记得吗 金钱的事情 这钱要归谁啊 归上帝的国吗 还是对于凯撒 所以我相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 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当中 耶稣仍然 成就了奇妙的工作 他就是要我们 脱离 那捕鸟人的网罗 看不见的网 却是套着试探的网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上帝允许告诉我们 在诗篇 九十一篇第三节 他说到什么呢 他必救你 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哈利路亚 是的 今天的瘟疫 今天的疫情 上帝要我们 脱离 那捕鸟人的网罗 传道书第九章 十二节也说到 原来人也不知道 自己的定期 是啊 我们没有一个人 知道我们自己的日期 在哪里 鱼被恶网传着 鸟被网罗捉着 灾祸突然临到的时候 世人陷在其中 也是如此 所以你看到 新冠肺炎的缘故吗 今天每一个人 都不知道 他的定期在哪里 弟兄姐妹 我以为 我能活到明天 哪怕今天晚上 上帝就把我接走呢 我认为我以后的生活 是富裕的 因为我的存款里面 有很多 哪怕我明天 享受不了 我营堂里面 有的存款 哪怕我智慧充足 能力充足 哪怕今天晚上以后 我什么都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知道 自己的罪 交托于神 让上帝圣免我们 今天我没有定 任何人的罪 我必须要解释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让上帝来做 奇妙的工作 第二大点 失罪免罪 只有神能舍罪 哈利路亚 是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舍罪的 是从神而来的 是从上帝而来的 只有上帝能够 舍弃我们的罪 神是全知的 他早就知道 我们的一切 没有什么人 可以在神的面前 隐藏 隐瞒自己的罪 因此 认罪不是告诉神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常常很会认罪 主啊 我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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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不再自欺欺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什么意思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焉耳盗灵 我们不要焉耳盗灵 我们要诚实的承认 这些事 需要求神来赦免 我们的罪恶的 我们不是告诉他 他成名告诉他 我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要认罪悔改 人若对自己的罪 已经没有感觉 甚至不以罪为罪的话 主的宝血就绝不能够遮盖我们 在疫情的笼罩之下 有多少个人多么的害怕 但我们有多少个人知道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严肃的 来到神的面前呢 我求主帮助我们 上帝确实是有舍罪之恩 然而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 不要滥用了上帝的恩典 若我们持续的放任自己的罪恶 我们便过着呢 一个常够纳务的生活 以上帝的关系很容易随之变得 疏离掩离了 如此我们对罪的敏感度便会下降 属灵生活便不知不觉的被呢 蚕食以至于哭泻 上帝盼望他的儿女能够真心的悔改 然后呢离开过犯 所以我们要严肃的来看待罪的问题 也为自己的罪 然后呢的意念和罪行懊悔 依着上帝的意思 能够明白 主啊求你给我一颗悔改的心 依靠圣灵过新人的生活 走在异路上 让上帝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 等于会当你在领圣餐的时候 你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 这就已经可以注明 证明了一件事情 上帝的恩典不是在你的身上吗 只要我们愿意承认 上帝就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 因为在这个时候 上帝要整动他的国度 但在整动的时候 我们是在不能整动的 这一个国度里面的话 我们就被摇摆不定 最后我们倒向一边 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 上帝要我们站在他的盘式上 知道他的话语 领受圣灵给我们的教训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行求上帝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我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常常来到一个地步 主啊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做 难道上帝真的没有对我们说话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没有对你说话 没有对我说话吗 有 有 上帝正在对你说话 正在对我说话 第三个大点 就是知罪免罪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做 今天我教导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样的做 第一点 我们要敬畏亲近神 我们要过一个敬畏亲近神的生活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的尊主为大 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与我的神为乐 这是上帝为我们议备的 当今天我们来敬畏他 这敬畏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怕 乃是我们知道上帝的爱 在我们里面 就使于我们知道 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不讨神许悦的时候 我们会紧张 弟兄姐妹 你爱的人 如果你让他伤心 你是不是会很紧张 一样的 你爱的神 如果你让上帝伤心 然后你自己会很紧张 这叫敬畏 我们敬畏亲近神 第二 我们祷告 聆听神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 我们更要让神对我们说话 你会不是 上帝怎么样对我说话 圣经啊 圣礼啊 诗歌啊 崇拜啊 祷告啊 安静啊 凶地啊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能够借着祷告 聆听从神而来的 第三 我们要敬拜尊荣神 我们今天的敬拜生命 是怎么样的呢 弟兄姐妹 不是因为你是在敬拜赞美团里面 然后你就有敬拜的生命 不是你懂得唱歌 你就是敬拜神的生命 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敬拜尊荣神 是要你再一次地在神的面前 分别为圣 你要分出来在神的面前 神的里头 有多少次你是认真的来看待这一切的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提议给大家的 来 我们有24期的祷告祭坛 马来西亚24期的Prayer War 祷告祭坛 祷告城墙 我们有祷告火墙 这祷告火墙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一起地来敬拜神 一起地来尊荣神 一起地来向神来呼求 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就现在我们有40天的禁食祷告 Hallelujah 这边要给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也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禁食祷告 从8月7号到9月15号 40天的 然后这个祷告呢 在帮助我们 我们下一个星期三 亲爱的弟兄姐妹 给大家知道 我们的祷告会 原本星期三的祷告祭坛 是在9点钟的对吗 所以下个星期三 我们会8点开始 我们会在线上 跟着他们一起推动 这40天的禁食祷告 那多么美好啊 弟兄姐妹 我们为大家预备的 可能你会讲 我好累哦 我不想再看电脑 电脑已经很疲借 很累了 请问这不是 我们的新常态的习惯吗 弟兄姐妹 我们在新常态里面 有什么东西你喜欢 有什么东西你不喜欢 你自己非常清楚的 只要你不愿意 有任何精彩的东西 你都不愿意 只要你愿意 哪怕你辛苦 那一时刻 你都愿意为主摆上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的就是 星期一的祷告 我们有这个荣耀之王降临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全球40天的禁食祷告 从7月7号开始到8月15号的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全球61天 21个小时在线上敬拜 然后呢 7月7号到 这个9月5号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台湾的 我相信我们已经 share在每一个人的group里面 你都有看见的 这是台湾的禁食祷告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 你知道吗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上帝不断预备我们 上帝不断在我们身上 做奇妙的工作 上帝不断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从马来西亚 这一把火 然后呢 原生敬拜尊荣神的火 到了新加坡 到了印尼 到了台湾 我相信到整个东南亚 都会完全的被主燃烧起来 你相信吗 只要我们愿意祷告 上帝就要做奇妙的工作 每当弟兄姐妹 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迹奇事发生了 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灵 在做奇妙的工作了 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有星期一的祷告学校 你可以看一看 当然这一个是 我们每一个星期一 我要非常感谢上帝 自豪地说一句话 从3月8号2020年的 MCO开始以后 的第二周 第一个星期一 我们就开始 无间断 一直到今天 每个星期一 晚上8点钟都有这一个祷告 但在这12个星期 加上元素会 加上呢 一些事情呢 我们会延伸到可能15个星期 那这15个星期 我们每个星期 我们有祷告学校 我荣幸地告诉你 弟兄姐会 元素会 Solemn Solemn Assembly Solemn Assembly 是什么呢 这一次 明天 你要记得 今天是主日 明天 就是星期一 我们晚上 8点钟 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 你在线上能够看见你 我们会进入一个元素会 这元素会 就是告诉我们 疫情中的今天 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 我相信上帝 要对我们说话 你要赶紧的进来 你不要成为那后面的 你要让上帝来对你说话 要上帝在你身上 做奇妙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 当我们资罪免罪 我们必须要进入到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 这时候 就是元素的时候了 这时候就是 我们要进入 Solemn Assembly 元素会的时候 我们认罪为改 让上帝 在我们灵里面 来做奇妙的工作 最后 我的结论是什么 我的结论就是呢 在关键的时刻 我们要谦卑 悔改 这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刻了 弟兄姐妹 上帝已经在这里 告诉我们 要对我们说话 上帝的话要对我们说 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刻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谦卑 悔改 我希望明天 能够看到你在线上 一起的来神的面前 悔改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你的家人 你的亲朋器友 你认识的人 上帝要圣明我们 抓紧时机 积极行动 this time 要抓紧这个时机 然后积极的在神的面前 做你要做的事情 你的祷告生活 你的灵修生活 你的敬拜生活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你要抓紧时机 积极的行动 然后你不忘初心 牢记神恩 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啊 你还记得你来到 神的面前的那一刻吗 你是怎么样向神祷告的 弟兄姐妹 放下一切 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 不要忘记起初 你跟神之间的 那一个敬畏的心 你要牢牢记着神的恩典 在你身上 做个怎么样的人呢 做一个讨神 荣神义人 讨主喜欢的 阿们 荣耀上帝 人和神都得到一处 讨主喜欢 做一个领受意向 开创主路 领受神给你的意向 这个时候是最艰难的 你看到什么 你不要看到数字 你不要看到黑云 你不要看到 城墙 坚固的银垒 你今天看到的意向是什么 上帝要破除这一切 上帝要给你看到晴天 上帝要给你看到彩虹 上帝要给你看到那 二者倒塌的城墙 他要开创一条 主给你的道路 让你走下去 最后 做一个 战士 新制 款传 福音 今天你是为主而战的吗 弟兄姐妹 你不是弱兵 你不是逃兵 你是刚强的 大能 神的勇士 为主而做 大胆的成就 上帝在你身上 要成就的事情 在这一段时间 你改变过来 神要在你身上 做更大的工作 哈利路亚 允许我为大家 做两个祷告 第一个祷告就是 当你听了这一场道以后 将你自己再一次的 献上给神 认知于悔改 第二个祷告 上帝要加添能力给你 胜过一切 你要为主做大事 上帝要为你预备的 这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 我这个时候 来到你的面前 我围着 所有 有耳应当听的 弟兄姐妹 信徒们祷告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知道主啊 这个时候 我们太大的挑战 主啊 这个时候 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当我们知道 主啊 你教导我们一件事情 要我们认罪悔改 来到上帝你的面前 父啊 我们祷告 今天我们不是定人的罪 我们乃是让人看见 上帝你是舍罪的神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再次交托给神 主我认罪悔改 一切不讨神喜悦的 主啊 我摆在你面前 主啊 我不是怎么样的做 我要知道上帝啊 你今天 要来到圣灭 救我这一个罪人 我需要你 主啊 我需要你 我需要更多 你在我的生命里面 这是我的祷告 也是献上凡有耳听见的信徒们的祷告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求你成就奇妙的工作在他们身上 主你加添你的能力恩典 力量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知道主啊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要再一次的被你眺望起来 主啊 我们知道你生命我们的罪过以后 让我们学习站立起来 成为上帝这时代被神所重用的 父啊 我祷告其全 我们没有 我们不要有任何的 任何任何的奖赏 我们只要的是上帝啊 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站立起来 懂得上帝你的心意 做一个大能的勇士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在线上 每一位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有话要对你说 上帝告诉你 今天 你要分别为生 上帝告诉你 你要分别为生 上帝告诉你 今天 你带什么积物来献给神呢 你带什么积物献祭给你的主呢 主啊 求你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进入到上帝你的应许之中 主啊 求你带领我们 进入到你的应许之地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这时候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领今天早上的圣餐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的手握着这饼跟杯的时候 你深深的知道 这饼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上十字架破碎的身体 上帝一许告诉我们 祂所受的鞭伤 如今我们要得医治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那些心里面有压力的 心里面何等挣扎害怕的 不知道如何是好的 可能被病痛缠绕在身的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当我们领受这病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面 是增强起来的 我们要领受一致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 主啊 你是耶和华拉法 我们的医治者 你是我们最伟大的医生 只要我们愿意 来到你面前相信的时候 我们要领受医治的大能 主啊 祢破碎的身体 也告诉我们 祢上十字架 是为了爱我们每一个人 祢成就了 祢有能力 可以战胜一切的兵队 一切的审判 但祢没有这样做 一切成就了上十字架的道路 因为祢爱我们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这时候 同心合一的来领这病 阿爸父我们这个时候 也为着我们手中的悲 来到献上感恩 主啊 主啊 你说过 如果不流血 生命就不能得胜 主啊 祢上十字架 流出祢保血 神之死在十字架上 主啊 这保血是生命换血 让我们每一个人 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 当我们在领着生餐的时候 我们喝着杯的时候 主啊 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罪得以洁净 来到祢的十恩 把祂做起来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一起的来领受 父啊 我们要谢谢祢 祢的花以成就美好的应许 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 祂复活了 祂是祢和我所相信的真神 真理在我们里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在线上 在Zoom 所有的弟兄姐妹 上帝啊 求祢成就奇妙的工作 在我们里面 现在就成就 因为这是祢给我们的应许 主啊 我们没有命令祢做任何事 我们乃是带着信心 来自取领受 因此主啊 我们相信 就是现在 祢成就奇妙的工作 主我们谢谢祢 如此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而生的名求 Amen Hallelujah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相信 上帝今天 在我们生命中 滴滴滴滴 做了奇妙的工作 弟兄姐妹 继续的 抓紧上帝 这个时刻 是你要抓紧神的了 不是抓紧其他的 上帝告诉你 天地将要飞弃 神的话语 一撇一捺 也不会飞弃 神的话语 是就是了 祂要成就在你身上 这时候我们 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来收 今天早上的奉献 当你在电视荧幕上 你看到二维码的方式 可以扫描 透过呢 他选购e-wallet 或者boost方式 甚至你可以汇款 进入Bubbit Bank的户口 我们所收到的 这一切的奉献 都在帮着 有许多有需要的 社区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这时候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父我们谢谢你 你的话语 如此的真实 让我们心里面 何等的感恩 主啊 今天我们还活着 就是主你 给我们的机会 让我们懂得 怎么样的来奉献 让这一些的金钱 来匡张上帝 你的国度 使到你的国有粮 使到主你的工作 能够不断的 来到见证 你奇妙的荣耀 主我们谢谢你 赐福 献上 所有的弟兄姊妹 就算有奉献 没奉献的 父啊 我祷告祈求 你一样的恩待我们 一样的赐福于我们 因为主啊 你的丰盛恩典 就是你 谢谢你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哈利利亚 这时候让我们来看 荧幕上的报告 亲爱的基督恩典中心 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 全宇宙的创造者 在他凡事都能 我们将面对需要停止的努力 但作为一个超越大风暴的得胜者 我们将有弹性的向前迈进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实体机会 但我们心是一体的 以其他国家一起的祈祷 我们将与其他教会一起加入NECF 在2021年8月7日到9月15日的年度40天 进食祈祷中 为我们的国家和教会祈祷 在这40天里面 我们将抽搐一天中的某个时间 这里可以这样做 第一 你能够进食祷告 第二 你可以深思美热灵修的资料 可在网站下载 第三 根据每天的祷告 使是罗一起的来祷告 让我们基督恩典中心的弟兄姊妹 我们将齐心协力 共同推动福星和转变 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一起的来做一个祷告 但愿上帝预备我们的心 进入到这复兴和转变 转化的时代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相信上帝啊 你已经将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 我们永远不停止 虽然面对起多大的挑战 风暴 地震 但我们不需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 你与我们同在 这时候呢 我们特别为着 我们的众弟兄姊妹 愿意尾声 参与四十天的 这祭祀祷告的恭敬交托 我求主保守 看顾带领我们 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尾声 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 使到呢 整个国家 整个教会 带来更大的复兴 以突破 还有转化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赐福于众弟兄姊妹 当我们尾声的时候 主啊 我们需要你的能力 我们需要上帝 你加添 你的恩典 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坚持 哦 让我们能够持续下去 使到这件事情 能够成就 上帝你美好的计划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哈喽 好 感谢三美上帝 很快的 一天又过期了 八月已经来到了 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学习 继续不断的 在神面前 来到等候他 寻求他 在即刻的时候 我们可以马上的 认罪悔改 因为上帝 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神 他会圣灭我们的过犯 这时候呢 愿上帝的慈爱 主耶稣基督 的作为恩典 还有圣灵的带领 更新 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哈利利亚 上帝赐福你们 我们下一周再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